如何把一个国家吃干抹净?美国给我们做出了标准示范教学。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达成一项大规模交易,其中包括将乌克兰大部分的国有资产,如电力设施、铁路系统、港口、机场、矿业和农业等重要行业,一次性转让给美国的贝莱德公司。 在签订这项横扫乌克兰资产的协议时,泽连斯基满脸笑容,看上去非常满意。你可能会问,贝莱德公司为这笔交易付出了多少呢?答案令人惊讶,他并没有向乌克兰政府支付任何费用。 这是因为,自乌俄战争开始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支援都是有条件的。根据2022年5月美国通过的《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建法案》,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资金援助都被视为贷款,乌克兰需要偿还。 同样,所有提供的军事援助也会按照市场价值转化为乌克兰的负债。然而,泽连斯基并不认为这些条件严苛。他毫不犹豫地签字,得到了大量的军费和武器担药。 一年的战争过后,乌克兰已经欠下了美国的巨额贷款。对此,美国政府担忧乌克兰无法偿还,于是要求泽连斯基提供有力的偿还保证。 虽然乌克兰资源有限,但作为前苏联的一部分,它的国有经济仍有丰富的底蕴,许多国有企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因此,泽连斯基决定将这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一次性转让给美国指定的贝莱德公司,以此换取贝莱德成立的乌克兰发展基金来偿还500亿美元的债务。 这意味着,贝莱德将支付500亿美元,但这笔资金并不会流入乌克兰政府,而是直接交给美国政府,用于偿还乌克兰因与俄罗斯的战争而欠下的债务。 而乌克兰的国有企业将由贝莱德运营和管理,以实现乌克兰的发展。 这是一场巧妙的金融操作。 一方面,乌克兰在与美国希望打击的对手作战,所有的费用表面上是美国的援助,但实际上都是由乌克兰承担。 当乌克兰面临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时,它的国有资产被用来作为抵债的筹码。 以下是美国所接收的乌克兰资产的详细列表。 一,电力系统。乌克兰的电力网络一直以来都是欧洲最大的之一,这要归功于苏联时期的规划和建设。 这个系统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如今,乌克兰全国的电网系统产权已全部归属于美国,导致乌克兰人民失去了电力供应和分配的权利。 二,铁路系统。乌克兰的铁路网络链接了全国的各大重要资源点,同时占据了大量优质土地,其资产规模庞大。 如今,乌克兰全国的铁路系统已经完全成为了美国贝莱德公司的所有。 三,海港。乌克兰在黑海上拥有三个主要的出海港口,这些港口对乌克兰的海运进出口至关重要。 然而现在,这些港口已经全部归属于美国贝莱德公司,乌克兰人民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国有港口。 四,机场。对于电力系统、铁路系统和海港来说,它们都是永久性的资产,一旦出售就很难再有重建的机会。 然而,机场的情况稍微好些,即使卖出也有可能重建。 因此,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决定将所有国有的机场全部出售给美国。 五,矿业和农业。乌克兰拥有全球最大的黑土地区,占全球总面积的40%,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这些原本属于国家的资源,现在已经全部被私有化,成为了贝莱德公司的资产。 除了以上提到的资产外,乌克兰的军工、炼油、水利、化工等国有企业也大部分转手给了美国贝莱德公司。 其中有一些因为负债过多和大量的国企员工安置问题,没有被贝莱德接手。 最值得一提的是马达西气公司,这家公司曾是乌克兰工业的骄傲,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被誉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 然而现在,它也落入了美国的手中。 在过去,乌克兰的政府与中国关系颇为和谐,期间中国甚至有意向以一笔巨资购买马达西气公司,这个提议曾经得到了乌克兰政府的批准。 然而,泽连斯基上台后,事情产生了巨变,它更倾向于美国。 2021年2月,泽连斯基直接废除了前任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合同,并将马达西气公司的全部股份收归国有,转交给乌克兰的犯罪资产管理局。 他辩解说,马达西气公司是乌克兰的核心企业,必须归国家所有,出售给外国企业会是对乌克兰利益的背叛,也是对乌克兰人民的背叛。 尽管这个理由听起来充满了正义,但并不能掩盖他毁约的事实。 因此,中方依据合同要求乌克兰支付45亿美元的违约金。 但泽连斯基拒不支付,坚称马达西气公司必须是国有的,必须归乌克兰人民所有,因此,向中国出售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他认为原始的合同无效。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泽连斯基将马达西气公司以极低的估值,转让给了美国的贝莱德公司。 此举并未获得巨额资金,反而以公司估值为依据,换取了贝莱德公司对乌克兰5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 之前对于马达西气公司必须国有的坚决言辞,以及将其出售会背叛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声明,泽连斯基似乎已经全然忘却,就像他从未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显然,他的逻辑中,高价卖给中国会是背叛乌克兰人民,而低价甚至无偿转让给美国,则并非背叛。 当泽连斯基决定将乌克兰的重要资产全数交给美国的贝莱德公司以偿还债务的消息传出,乌克兰债务证券的价格立刻飙升,仅三个月内就涨了47%。 真不得不佩服美国华尔街金融工具的强大力量,任何事物都能转化为金融市场的交易产品。 美国向乌克兰的援助被计算为债务,华尔街进一步将这些债务包装成乌克兰债务认证股权产品向社会公开销售。 此前,投资者对乌克兰依赖国家收入来偿还债务的可能性感到疑虑,因此对这类股权的估价相对较低。 然而,当泽连斯基决定用乌克兰的重要资产来抵债,投资者们开始相信这笔债务的偿还有了保障,因此乌克兰债务认证股权的价格随之暴涨。 那些在价格低时购买了这些债权的投资者也因此大赚一笔,三个月的总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47%。 这种现象让人难以想象,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竟然可以转化为金融市场上的债务销售,投资者通过购买乌克兰的债务证券赚取巨额利润,将乌克兰的借款视为潜在的高回报投资。 这究竟是援助还是投资?在乌克兰的资产被瓜分的过程中,贝莱德公司独享了主要利益,投资者也分享了部分收益,然而乌克兰人民却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失去了他们原本拥有的一切。 乌克兰依然存在,但其电网、铁路、港口、矿场和土地等资产却归属于美国公司。 只有泽连斯基和乌克兰高官们在这场危机中借机积累了海外财富。 在历史长河中,苏联曾为乌克兰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遗产在多任乌克兰政府的治理下逐渐减少。 最终,泽连斯基政权将剩余的资源完全输送出去,像是卖掉祖先留下的土地。 令人惋惜的是,泽连斯基不是乌克兰的亲儿子,而是一个喜剧演员和犹太人,他的崛起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支持。 在过去,欧洲人曾轻蔑地称呼乌克兰为欧洲妓院和欧洲子宫。 而如今的乌克兰,连这些都无法保住。 究竟欧洲人会给今日的乌克兰取何种新称号,只有天知道。 乌克兰在卖光所有资源后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殖民地,被美国完全控制,可谓被吃得干干净净。 这种情况就像是零元购。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议员会为泽连斯基的上台而热烈鼓掌呢? 让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有能力通过舆论操控在墨西哥扶植出一个总统, 这位总统引领墨西哥与美国发生血战,造成墨西哥和美国最优秀最忠诚的公民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国力大幅度损耗。 此外,尽管墨西哥的军费和军火看似是我们出资,但实际上全都是债务。 然后,这位墨西哥总统与我们签订协议,将墨西哥的矿产、铁路、电网、港口等核心资产免费交给我们,以此抵消债务。 那么,这样的墨西哥总统访问中国时,我们是否应全体起立鼓掌欢迎,给予他最高的荣誉和尊重呢? 通过这个例子,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西方议员对泽连斯基如此待见了美国一直在宣扬爱国主义,对于卖国贼一向痛斥不留。 但如果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国家卖给美国,美国人不仅不会谴责,反而会把这个人塑造为英雄,借助舆论宣传机器对其进行全方位赞扬。 乌克兰,这个曾经的国家,已经被人们抛弃,不再有独立自强的可能性。 这个地方的未来可能只会被定位为一个殖民地,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下滑。 这个地方的未来可能只会被人们抛弃,不再有独立自强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